倒車入庫違規壓線 汽機車考照又要變難了 這次不只是在比試上 新增機車危險感知測驗的 評量制度 汽車的道路考試也將在年底前 示範第三條路線 現行的考照制度裡面 可能在一到兩條裡面做選擇 未來的話就變成說 可能要增加兩到三條 來讓學生臨時考試的前做選擇 整體的練習量也都必須增加 考場是很安全的 旁邊有教練 可是如果實際上你拿了駕照出去了 那個就是靠你自己 反而如果讓你去習慣那個環境 跟那個情況的話 說不定還會比較好一點 另外機車比試的部分 在預約考照之前 必須先通過機車危險感知測驗 測驗一共12種情境 包含教你如何讓車 變換行駛方向等等的情境影片 不只是題目的難易度提升 如果答錯還會強迫考生 看完正解的影片 才能繼續下一題 預計明年底會上路 之前是只有看影片 那沒有看強迫政界 那我在今年4月份已經開始 你要看三支影片 看完之後 還要強迫政界之後 強迫看政界之後 你才可以往下去做預約 機機車考照一年比一年還要難 為的就是能夠盡早撕下行人地獄標籤 還給用路人一個安全環境 三連七份菜市中嘉義台報道